刘主任 众所周知 您长期的在日本留学学习工作 就是您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 我们很关心的一点 就是说纳豆 好多人问 纳豆真的是对心血管 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吗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更想让您讲讲 到底什么是纳豆 日本人他们怎么吃纳豆 这些饮食习惯 您能不能给大家说 大家都知道 这个日本呢 是一个 以大和民族为主的 这么一个比较单一的一个国家 民族比较单一 它的饮食结构呢 也确实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比方说吃生鱼片子 喜欢吃生的 喜欢吃生的 然后还喜欢吃这个所说的 羊梅 也就是梅子 梅子酒 梅子酒 也有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所说的纳豆 纳豆 这个纳豆呢 应该说是在日本的 应该是每个人都吃 每个人都吃 每个人每天都吃 每天都吃 对 特别是呢 他们吃的比较多的是早餐 早餐当早餐 当早餐 然后现在都比较简单吧 就是一个小盒子里边 装上了纳豆 然后在纳豆的上面 放一点酱油 然后再放一点腊根 然后把它使劲里转 转 现在吃起来的话呢 是一次比一次吃起来觉得香 哦 是这样 所以日本人呢 这个他们喜欢吃这个东西 当然了 通过一些个比较规模 比较小的一些研究 嗯嗯嗯 说这个吃纳豆呢 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嗯 也有这上面的报道 这些研究主要来自于日本 因为欧美和咱们 没有吃纳豆的习惯 对对对 现在呢 实际上呢 这个日本人呢 除了吃纳豆之外呢 也把纳豆呢 纳豆素提起出来 他们用这个吃这个东西呢 也在预防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但是应该说 这个并不是指南所推荐 对 就是正规的方案 不管它日本怎么作为宝剑 但是我们现在 世界范围内 中国 包括日本自己的指南 也没有认可 纳豆素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对对对 但是纳豆这个东西呢 呃 在中国呀 实际上历史啊 应该说比日本还要长 嗯 比方说我们中国的 江苏 安徽 嗯 那一带 也就是说呢 有梅雨 记得 有梅雨节的那个地方 那些地区 嗯 咱们中国人实际上 也是在吃纳豆 是的 可能我们历史比他们更长 对实际上就是长的 您觉得有可能是不是我们传过去的 哎 这个是太有可能了 哈哈 哈哈 好